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一千零一十回 看到两个冰冷的尸体,萧炎眉头动了动 算是报应吧 见到萧炎这般反应啊,古青阳却是能够料到 浑崖二人的事儿恐怕和萧炎是脱不了干系了 再加上,如今萧炎实力大涨 和薛二联手要击杀浑崖二人倒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儿 古青阳低声说道 这事儿怕是有点麻烦的 浑族可是有人守在这里,等着浑崖他们二人出现 听着他的话,萧炎的心头也是微动 更要说话,却猛然见到两道黑雾 如同黑龙般自远处天际暴略而来 顷刻间就出现在这片天空的两道冰冷的尸体旁 昏牙,昏历 这两道黑雾一顿就化作两名身着灰袍的老者 他们目瞪口呆的望着浑崖二人的尸体如遭雷击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在进入天幕这二人居然会全部葬身 见到这两个人逐渐血红起来的眼睛 周围这些人连忙远离一些 生怕两个老家伙会突然间暴走 这两名黑衣老者 双眼血红 气喘如牛啊 片刻之后 两个人突然对视了一眼 视线陡然转移 居然直接望向天空上的萧炎所在的方向 在魂牙和魂力进入天幕之前 他们就知道 这两个人想将萧炎斩杀在天幕之中 但如今萧炎不仅活得好好的 而且实力还大涨 反观魂牙二人呢 却落了这么个凄惨的结局 这一幕不得不让他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还宜的目标啊 放在萧炎的身上了 萧炎 这两个人恶狠狠的盯着萧炎 办上之后 其中一个人终于是忍不住了 一道蕴含着杀意的低沉怒吼声啊 在天际响起 听着死人怒吼 天空上的萧炎平静的目光转移过来 淡淡的说道 我是 有何指教啊 那名黑衣老者 目光极端的阴沉 杀人偿命 伴随着最后一个字音的落下 他袖袍一挥 一道泛着阴寒之气的漆黑锁链 直接洞穿虚空 对萧炎狠狠的抱舍而来 面对着突然间出手的黑衣老者 萧炎面色不变 他前踏一步 反着火焰的手掌 静止伸出 直接把那漆黑的锁链重重的握住 旋即啊 一道紫褐色的火线 沿着锁链飞溯掠出 反攻向前者 见到萧炎出手反击 那黑衣老者也是冷哼一声 他手掌一紧 漆黑色的雾气 如同金寒的毒龙般 沿着锁链咆哮而出 最后 与那紫褐色的火线 狠狠撞击在一起 就听到 火线和黑雾 在接触的一瞬间 同时爆炸而起 强悍的尽力 直接生生把那锁链震断而去 锁链在天际爆裂开来 一股凶悍的进风 自爆炸之处席卷开来 萧炎肩膀一抖 把那股进风卸去 而反观那位黑衣老者呢 却是呛亮的退后了一步 显然是在这次交锋中 略战下风 老家伙 做人可不能这么 不要脸皮呀 随手把手中那道锁链丢弃 萧炎的目光 冰冷的注视着 这个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 吻下了身形 脸色极其难看 他的实力 也是八星斗尊左右 但却没想到 居然在萧炎手中 讨不得丝毫的好处 那聪玄长老眉头微微一皱 这时候开口说话了 昏林 这里是古界 不是你魂界之中 哼 聪玄 我魂族人在你们这儿丢了性命 你们难辞其咎 另一名黑衣老者 也出口冷喝 萧炎 我看你还是乖乖的 随我们回魂族 若真不是你杀了魂牙二人 我们必不会难为你 听后 萧炎却忍不住 扑斥一声乐出来了 荒谬 这两个老家伙真是蠢得可怜 这一番话都说得出来 这时候 熏而美眸瞥向了魂林二人一眼 淡淡的说道 两位 这天幕中本就是危险重重 谁也不敢保证 能从中顺利的走出来 若是你们没有证据证明 萧炎哥哥就是凶手 请不要胡乱出手 这里毕竟是我古族之中 另外 此事也并不算晚 在天幕之中 魂牙二人曾经暗中偷袭于 我古族一行人等 此事或许还得给两位要个交代 听了熏而这句话呀 这片天地一道道目光 刷刷刷刷刷 全都看向了魂林二人 因为这儿大多是古族的人呢 因此呢 目光中隐隐都有些不怀好意起来 同学长老面色也逐渐的难看 妄想魂力二人 称声喝道 魂林 熏儿所说可是实情啊 熏儿拥有着古族的神品血脉呀 那无疑是如今古族中最为重要的人 若是魂牙两个人敢对他动手 那说什么都得给他们个难忘的教训 见到被熏儿反僵了一句 魂林两个人面色微微一变 他们倒没想到魂牙二人竟如此的大胆 竟然敢在天幕内对熏儿等人出手 不过这种时候他们明显怎么也不能承认呢 当下就冷喝道 强词多理 人死了 死无罪证 你们不过是为了洗脱嫌疑而已 如今在古界 我二人的确无可奈何 但硝烟 你给老夫二人记住了 魂牙二人的仇 来日我魂足必报 硝烟面色平静淡淡的说 好 两位的话 我会记在心头的 见到硝烟这般 那魂林二人眼神越发的阴冷 但他们都明白 今天就算是不提古族之人 光是实力大涨的硝烟 他二人就难以将之擒获 当下只能一挥手 把魂牙二人的尸体抓起来 铁青着脸 化为两道黑影 对着古界出口 暴力而去 望着远去的两道身影 硝烟的眼中掠过一抹冷色 他出来之后 没有见到小一仙等人 这一发现 倒是让了硝烟眉头微重 他清楚 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小一仙他们必然会留一个人 等待他出来 难道 星云阁出事了 望着远去的魂林二人 通玄长老身形一动 出现在薰儿的面前 薰儿 没事吧 没事 薰儿微微摇了摇头 一旁的硝烟迟疑了一下 拱手说道 通玄长老 不知小一仙等人 如今在何处啊 哦 他们在你进入天幕后的三个月就离开了 想必应该是回了星云阁吧 不过究竟何事 他们没有说 只是说 那么若你出来的话 别让你速回星云阁 听得此话 萧炎的眉头微微一皱 旋即点了点头 他迟疑了一下 看向薰儿说 看来 恐怕的确是出了一些事 或许这一次 不会在古族停留太久了 你 跟我走吗 文言 薰儿略作沉吟 他刚要点头 一旁的通玄长老连忙说道 薰儿啊 这族中最近有大事 长老院通过商定 你可不能离开古界呀 怎么回事 通玄长老迟疑了一下 看了一眼一旁的萧炎 刚要说什么 薰儿却淡淡的说道 通玄长老 有事就说吧 这儿没外人 见到薰儿这么说 通玄长老只能无奈的点点头 轻声说道 灵界 突然间关闭了 什么 灵界 关闭了 萧炎和薰儿都是一愣 玄机后者 瞬间变得微变起来 见到薰儿变幻的脸色 萧炎沉吟了一下 是灵足 他也明白过来了 这灵界 恐怕应该就是那远古八族之一 灵足的所在空间了 薰儿猝着袋眉问道 灵界 灵界怎么会突然关闭呢 难怪这次的天幕之行 灵足没有派人过来 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们派出了强者查探 却没有半点的消息 灵界原本在所在的那片空间 也彻底的消息 也彻底的消失了 连族中一些长老前去探测后都没有发现 这种模样 仿佛灵界被彻底的隐藏了一半啊 通玄长老也是皱着眉 显然这件诡异的事情也让他有些不解 薰儿轻声难难道 封锁空间 将之隐藏 若非遇到什么绝顶大事 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难道灵足遇到了 连他们都无法解决的大麻烦吗 这 这就不清楚了 灵足虽说这些年有些没落的趋势 而且也极少与我们打交道 但毕竟是底蕴 极其雄厚的远古八族 想要把他们逼到这种地步 即便是同为远古八族的古族 也是难以办到 这件事情 族长他们正在全力调查 如果灵足真遇到什么灾难 我们必须加以防范 因此这段时间 你恐怕是不能离开古界了 勋儿轻勉着小嘴 脸颊有些凝重 这还是他这么多年首次听到 同为远古种族的一族 居然会把空间封锁 并且隐藏起来 这种出人意料的事 总是令得有些心里沉甸甸的感觉 萧炎皱着眉头沉甸了一会儿 他说道 勋儿既然如今时机不对 那也还是留在古界吧 这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由于对那灵足他不熟悉 萧炎也不知道他们实力多么恐怖 但既然他们能够成为远古一族 想必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若他们遇到是非人形的灾难 那还好一点 可是要是因为人为行为造成的灾难 可就有些让人骇然了 听着萧炎所说 一旁的通玄长老微微松了口气 勋儿迟疑了一下后 只能点点头 美眸注视着萧炎 萧炎哥哥 你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呢 如今你和魂族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 保不准 他们什么时候就会派出真正的强者 放心吧 通玄长老笑道 那今天便先请萧炎小友在古界待上一夜 等明日我们古族会将你们所有人都一起送出古界的 对于通玄长老的安排 萧炎倒没什么意义 他要出去 毕竟需要古族开启空间大门 当下就点了点头 月花如水 自天际 自天际清洒下来 笼罩着这片宁静的 充裕的山脉 幽静的烛房之前 萧炎覆手而立 望着天际上悬挂的明月 他略微有点惆怅 虽然外界仅仅是过了半年 但他 却与薰儿在天幕中一起度过了三年 这三年的相处 已经让他习惯身旁的有这个人 但明天之后 他却要再度离开 下次再见 又不知道到何年何月了 萧炎哥哥 在萧炎轻叹之间 一道柔软的轻声在身后响起 转机 萧炎那附在身后的手掌就感到 一只柔弱无骨的温润的御手 轻轻地握住了他 旋即 一张令的天际明月 都为之失色的绝色的容颜 出现在萧炎的面前 那柔美的笑容 让那萧炎心头都流淌着一股暖意 薰儿 有件事 我要跟你说一下 望着那布满着柔美笑容的脸 脸庞 萧炎却突然迟疑了一下说 听着萧炎要说这话 萧炎修长的睫毛轻轻地抖动 脸颊靠着萧炎的胸膛轻声说 你是说 彩琳的事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萧炎明显感觉到 萧炎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下 他抬起笑脸 却不出意外地看着一张 错愕的脸庞 萧炎望着薰儿那张 微笑中带着些许 脚狭般的脸颊 一脸惊恶地问道 你 你知道 不放心你一个人 总是要知道你的消息后 方才能安心 而且以我在古族的身份 总是会有一些人 非常主动地 把跟你有关的情报告诉我 当然 这里面也包括彩琳的消息 这事 听得薰儿那似乎自言自语般的低难 萧炎的心头却涌上些许的暖意 他刚要说什么 却只是图了两个字 便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 平日里 利嘴仿佛在这里完全失去了效果 他知道 怀中的人儿 无论是在古族还是放在外面 都属于那种无数人视为女神般的存在 能够把这种近乎完美的女孩揽入怀中 已是最大的奢侈 在他面前 若是还贪心享受那奇人之福 怕不少人都会觉得有些过分了 见到萧炎此时笨手笨嘴的模样 薰儿却缓缓地摇了摇头 当初 我也有些气不过 但却无法因此而忘记你 既然不能忘掉 总归还是要忍受 不过 这事也不能太便宜你了 薰儿这最后一个字落下 就张开小嘴 狠狠咬在萧炎的胸膛上 哎呦 这一次啊 薰儿倒没怎么留情 这一口咬下去 连萧炎的嘴角都忍不住的 哆嗦了几下 但却站在原地 不敢怎么动弹 体内斗气也尽量的压制下来 生怕斗气反弹 给薰儿造成伤害 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花心了 片刻之后 薰儿方才松开小嘴 他抬起翘脸 那副杨作恶狠狠的模样 却在月光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的娇巧 望着此刻 显得格外小女儿壮的薰儿 萧炎的心里啊 悄然涌上了一抹火热 他低下头来 直接在薰儿的错愕间 把那小嘴狠狠地躲了起来 遭到萧炎突然袭击的薰儿 郊区几乎瞬间就僵硬下来 一抹娇羞的羞红之色 如同火烧云一般 从他修长的玉镜蔓延而上 直抵娇嫩的耳尖后 方才停住了 僵硬了一会儿 薰儿就轻轻地挣扎起来 但却被萧炎双臂 紧紧地搂住纤细的腰肢 因此在略作挣扎后 终于有些情动 任由萧炎肆意地索取 此时此刻 那古族的女神呢 终于彻彻底底地化为了 能够融化一切的 绕纸柔了 明月之下 两道身影在月光的倾洒下 仿佛要融化在一起一般 浓浓的情意 连明月都悄悄地 躲在了乌云之中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地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桑琼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味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